其實我小時候已經打網球 中學年代也試過很多運動 不過開始越大 就不太喜歡身體接觸 或者一些比較衝撞的運動 所以網球對我來說最適合 打完後的切磋感覺非常接近 一個月都會打一次 當中有我們的同事 中學的師兄 我之前的學生 然後變成同事 大家做朋友 其實我們彼此的認識都多了 但我覺得大家的球技都進步了 自然這張球品是非常之好 正如它在外科手錄室 跟球場上一樣 非常之冷靜 會贏 它不會發脾氣 很君子 說話很有條理 打球也一樣 可能有輸 有贏 但也沒有發脾氣 埋怨Partner 做任何事情一樣 其實我是比較冷靜 其實我們不是很鬥球 或者很好勝 只是玩玩而已 大家都很和愛可親 我也不會著重爭取分數 反而是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有策略 Gentlemen 的軟章 隨便發電郵 看到我隨時 生氣我都行 沒問題